最受关注男艺人全网热度榜单公布,肖战以89.44的热度指数断层领先,榜单中唯一无再播剧,无综艺,无舞台的艺人,一般情况下,演员如果曝光率低,就会存在感同时降低,各大榜单超无此人。 但肖战打破了这个魔咒,细究起来,首先要归功于肖战饰演的角色魅力太过强大,太过深入人心,肖战心无旁骛的深耕作品,即使有一些人别有用心地用顶流怎么没舞台,没综艺拿来说事,但事实证明,甚中如始,责无败事,肖战将全部热情和精力倾注到每一个角色中,观众的包扬和市场的反馈,就是给他的付出最好的回响。 即使肖战潜心为下一个角色做着各种准备,但在这个波绝云轨的圈层,处处都能看到各路人马有意无意地把肖战和老戏骨,心境流量做对比,刘天王一场直播,有无数人说,这才是真正的巨星,非肖战可比,心境流量横空出世,他的颜值,气质,代言,杂志肖亮,也被拿来与肖战进行各种对比,这样的对比无非满足他们一种心理,肖战不过如此, 即使是传说,也是过去世了,肖战和粉丝无意与任何前辈和后起之秀做比较,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构陷后,肖战整个人的气质和形式风格都有了改变,最大的改变是他懂得藏起自己的锋芒,保持谦逊平和的心态,通过一个个角色的演绎,实现由内而外的沉淀与蜕变,奈何有太多人控制不住那颗 不把肖战比下去,就实不甘位的心,一边置地有声地说,肖战已经查误此人,一边又言不由衷地,每次不提到肖战就哪哪都不对劲儿,无论高峰还是低谷,肖战始终不曾改变的是真诚善良,自信阳光的品质,厚积勃发,藏风脸恶,肖战对演员这份职业永远保有一种执着和坚守,肖战超话 感谢观看